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有不少综艺都已经开启录制了 接下来又会热闹好一阵子 关于乘风破浪的姐姐第四季 出演人员名单和出舞台的歌单也一丝曝光 引发了不少网友期待和热烈的讨论 目前一丝出演的名单中有不少艺人都引发网友期待 例如像戴佩妮、刘希君这样实力强劲的歌手 还有像蔡绍芬、刘涛这样被观众们熟知的演员 包括李一同也是刚靠住狂飙火了一把 就受到了邀请 这一季的热度和话题度似乎不会太少 目前邱慈炫和曾可妮两人现身机场出发参与浪姐四的路透已经曝光 曾可妮整个人非常洒气 颜值身材状态都非常在线 再加上此前她也有过参与选秀类综艺的录制 这次拍摄应该会比较顺利 邱慈炫穿着打扮都很低调 不过看到镜头后还是非常热情的互动打招呼 非常亲民 哪只邱慈炫会参加录制后不少网友都非常期待 还调侃称期待出舞台她能表演无法原谅 跳极乐镜土出名的美伊丽雅也在名单中 她主动晒图确定出演 还有网友在长沙机场偶遇了刘亚瑟 猜测她也是前往拍摄乘风破浪的姐姐第四季等 目前看下来不少姐姐们都已经出发 名单也有一定的参考性 期待节目正式播出了 除此之外 韩国艺人阿丽尔也传出了出演的消息 根据此前浪姐三郑秀妍的出演 阿丽尔确实也很有可能会接受节目组的邀请 如果真来了 舞台恐怕直接会变成神仙打架 不过除此之外 名单中出现谢娜还是引发了不少争议 主要是此前谢娜一直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 这一次变成了选手 大家对她会有更多关注的同时也会有很多担心 另外就是还有网友认为谢娜作为选手参加芒果的综艺是自降单位 不过其实乘风破浪的姐姐本身就是邀请姐姐们展现魅力和才艺 也让观众看到更多面的女明星们的节目 这样说其实很没道理 谢娜此前作为乘风发布人 其实和这个节目还是很适配的 整个人也看起来更加沉稳了 或许再次出演能够给观众带去新的惊喜 其实乘风破浪的姐姐热度在后几季肉眼可见的明显下滑 主要是表演歌曲的选择上让不少观众直呼看不懂 虽然还是产生了不少话题 也有不少出演节目的姐姐事业上获得了更好的发展 但整体口碑一直在下降 不过目前关于新一季出舞台歌单也有相关爆料 整体看下来都比较经典 感觉口碑也能回温 重点是爆料中提到赵赵老师非常杀的航班已经确定 网友直呼 浪四的歌单有救了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的选举就很让人惊艳 赵赵老师加盟后 浪姐四的舞台想必会很精彩 感觉第四季非常值得期待 浪姐四的相关拍摄应该已经开始了 虽然各方爆料有很多 不过大家还是以最终播出为准 期待姐姐们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第四季的精彩表现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